6月27日,巴厘岛移民局扩压了来自中国、台湾和马来西亚的数百名涉嫌跨国网络诈骗和在线赌博的犯罪分子。 巴厘岛移民局本周是在达巴南的一处别墅,扩压了130名外国公民。 移民局主任谢尔明声称,该数百名外国公民涉嫌包括网络、诈骗和在线赌博等跨国犯罪行为,并选择在巴厘岛作为作案地点。 此外,他们还违反了拘留许可,目前均已被扩压在巴厘岛移民局的拘留所,并根据移民条例做进一步处理。